见到第一线第3576章 池塘远处的混沌天地一片雾茫茫 看不清究竟 苏毅静静力在哪 没有任何回应 守木人见此不由醋眉 他本打算通过谈起削减幼年时的经历 来吸引苏毅 可现在却发现 苏毅似乎并不感兴趣 略意沉默 守木人自顾自道 原来不远处那一片混沌内 有着一座池子 萧茫每一次来都会在池子中细水 沐浴一番 我清楚记得 有一次萧容来到这里接萧茫回家时 萧茫曾说 混沌中的那座池塘内是温泉水 在其中泡一泡澡 能洗掉浑身的疲惫 他还喝过温泉水 发现只要喝过之后 能饱腹 连读书时的记性都变好了很多 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了萧容 还带着萧容一起前往 也是那时候 萧容也发现了 那座池塘很神奇 曾尝试用水桶装一些泉水 打算带回家煮饭用 可奇怪的是 那泉水只要带出那片混沌 就会离奇地蒸发一空 守木人眼神异样道 那泉水自然不简单 我虽不曾亲眼见过 却多次观测削减体格和精气神的变化 发现这体格孱弱的小家伙 虽未曾踏足修行 可性命本源 却无比纯净雄厚 因应有一种道体天成的神韵 最让人吃惊的是 他虽是凡俗之身 可一身经络 学窍 无不内蕴神藏 我这一生 征战诸天 刘大道烙印于封天台之上 什么绝世天才没见过 便是那些天生的气韵之子 也见过不知多少 可却唯独没见过像肖减如此奇怪的凡俗少年 初开始 我以为这是肖减身为剑客转世之身的缘故 可后来却意识到自己错了 因为当时的肖减 剑士和神志完全就是一个没开窍的香野少年 若拥有剑客的记忆 早就踏上修行之路 断不可能显得那般 愚钝 守牧人原本想评价一个蠢字 可画到嘴边最终改成了愚钝二字 这时候 一直沉默的苏毅终于开口 然后 你最终推断 削减身上的变化 和这一片混沌内的那一口池塘有关 守牧人汉手 不错 不只是削减 萧容身上也有类似的变化 但要远远逊色于削减 我怀疑 那一口池塘 就是专门为削减艺人准备 苏毅道 都已到了此时 你和我说这些作甚 守牧人眼神浮现一抹一彩 在转身山上和你一站 让我以太幻规则 领悟到了许多和轮回有关的奥秘 如今再来此地 我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感悟 他微微一笑 整个往生国 就像埋葬轮回的坟墓 残留着轮回的许多气息 而这云梦泽 曾经就是一座轮回之地 往生国的往生规则 和阴曹规则 其本源皆来自于孟泽 如今见识了道友的手段 我也已能确定 命官一脉的涅槃规则 同样来自于孟泽 说着 守牧人一直不远出那片混沌之地 轮回也好 涅槃也罢 一切真相必然就藏于其中 言辞间流露出一抹难以抑制的期待 苏毅皱了皱眉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守牧人敏唇笑道 还不明白 我执掌往生规则 拥有生死业果 又参悟到许多和轮回有关的秘密 如今就站在这一片混沌天地前 哪怕你有机会杀了我 我自有办法在你杀我之前 进入那一片混沌中 进行一场由死而生的转世之路 玄机 他惋惜般叹道 可惜 行脚僧误以为我会坑害他 不敢跟我一起前来此地 否则 他那一句大道分身 不至于会死在你手中 苏毅道 他没死 守牧人一正 没死 苏毅道 我放了他 守牧人顿感错愕 不解道 为何 苏毅道 他跟我交换了一个 能够让萧荣回来的希望 守牧人 哼 突兀的 一道剑气从天而降 守牧人尽管早有准备 第一时间闪避 游子被这一道剑气扫中 身上出现一道血淋淋的剑痕 差点被劈成两半 他反应极快 负伤的同时一步之间 就已化作一缕幻灭不定的流光 闯入那一片神秘的混沌天地 苏毅跟随其后 混沌翻涌 一股无法形容的厚重涅槃气息 在其中挣腾 当踏足其中那一瞬 苏毅只觉命书直四燃烧班 三张书页皆悄然翻起 映现出天谴命虚 无剑命冤 涅槃命土三种宛如真实的神秘景象 而苏毅十海中的九玉剑 以及身上所掌握的涅槃力量 都在此刻轰然沸腾 九玉剑上代表着削减到夜力量的神链 更是哗哗作响 苏毅体会着这种奇异而反常的变化 不动声色地跟随在守墓人后边 根本无需他出手 就清晰看到 这片混沌天地内 显现出一道道晦暗厚重的雷霆结光 像被激怒般 劈向守墓人 守墓人祭出宝物抵抗 可仅仅一瞬 宝物就残碎 被那可怖的雷霆结光劈碎 而感应到那雷霆结光的气息 命书则嗡嗡振战起来 似是在欢喜雀悦 涅槃规则所化的雷伐之力 苏毅一下子就明悟过来 那雷霆结光的气息 和杰林峰你所执掌的 叠变之劫极为神似 但未能要更为禁忌和恐怖 短短几个眨眼而已 守墓人这样一位恐怖存在 不止祭出的宝物被一一毁掉 身上更是被批出一道道娇痕 道区都变得残破不堪 这一切看得苏毅都吃惊不已 之前守墓人倒也没撒谎 对一切闯入此地的强者而言 都将面临致命的威胁 不过 苏毅却不受任何影响 他行走混沌中 如履平地 一路上反倒有一缕缕涅槃力量 犹如潺潺溪水般 分别涌入命书和其体内 出乎苏毅意料 守墓人显露出极为顽强的底蕴 竟硬生生抗住这一路遭受的雷伐 拖着那早已残破不堪的身影 一路往混沌深处行去 墨地 远处混沌中映现出一片 瑰丽绚烂的光 比与后晚霞都要耀眼 如梦似幻 果然 和我推测的一样 这地方曾出现过轮回 守墓人顿足露出罕见的激动之色 在他视野中看到了一座池塘 池塘仅九丈范围 可池塘内翻涌的神秘力量 却映现出滔天的瑰丽光焰 一幕幕神秘莫测的景象 便在那映现出的光焰中 一一显现于世 有往生规则 阴曹规则的气息 也有其他一些 和轮回有关的神秘画面 而这一切异象 皆是由一座池塘散发出的气息 所显化 给人的感觉 就仿佛那座池塘 便是轮回之地 是轮回的本源所在 苏叶 我赢了 守木人悄然转身 笑着看向苏叶 他身影残破不堪 似随时会消散掉 可眉目间 却尽是发自内心的笑容 在这里 将补全我的一身大道 哪怕性命被毁掉 可凭借太幻规则 和我执掌的往生之力 足可以轮回重生 于大道上更进一步 守木人不再躲避 那些轰杀而至的雷伐 悠悠开口 这就叫向死而生 匹疾太来 哄 一道炫亮的涅槃雷伐 划破混沌 一举把守木人 那早已残破不堪的身影 轰碎 可这一瞬 在守木人那暴碎的身上 却有刺眼的大道神光 极尽释放 直奔那一口池塘而去 那大道神光 极尽璀 有守木人 毕生的性命本源 有其道行所在 在略向池塘时 这大道神光 竟显化出一幅 神秘的轮回景象 苏义没有阻拦 就那般静静地看着 却见守木人 那一股大道神光 在抵达那一口池塘后 就被池塘中 释放出的 璀璨光与覆盖 随即 一幕不可思议的变化出现 守木人的身影 竟在池塘中得到了重塑 就像在破灭中 换来新生 然而守木人 却发出金句的尖叫声 不对 池塘内分布的 不是轮回之力 他的身影挣扎着 要从那一座池塘内逃出来 可却被池塘的力量 死死压制住 根本无法挣脱 而后 他那刚重塑过来的身影 就像被磨灭般 轰然暴碎炸开 而仅仅片刻后 他的身影 则又从池塘中重塑回来 不断重塑 不断暴碎 上演一幕 生死换灭 循环交替的诡异景象 苏以清楚 那是守木人 所掌握的生死业果 能够让守木人 假死而生 但 生死业果 终究只是外物 当生死业果被耗尽 守木人距离 真正的死亡 也就不远了 不 为何会这样 这池塘中的力量 分明蕴藏 有轮回之密 却为何无法 被我掌控 守木人 充斥着 惊怒的声音 在回荡 他疯狂般挣扎 最终却是徒劳 一时间 这位鸿蒙主宰的神色间 也不由浮现出 深深的绝望和无助 他前来此地的目的 就是要赌一赌 赢了不止 能换来一线活路 还能真正补权大道 可若输了 就会落一个 真真正正的 身影倒消的下场 因为和其他鸿蒙 主宰不一样 眼下的守木人 并非大道分身 而是其本尊 苏义 我可是萧简的亲姐姐 你若见死不救 他日你觉醒萧简生前记忆时 该如何面对自己 猛的 守木人语气冰冷道 别忘了 他毕生最无法面对的 就是我这个姐姐 第3577章 规须同关 萧简重现 他在池塘中挣扎时 显得那般无力和绝望 可当拿萧简来威胁苏义时 他神色间 却有着一抹掩不住的自信 他不信苏义会见死不救 否则 作为萧简转世之身的苏义 何苦冒着性命风险返回故乡 萧简直至死去时 游自心有快蕾 而这个快蕾 就和他有关 若他死了 苏义以后继承萧简记忆时 心境必将出大问题 这就是守墓人的自信 他今日敢于以身视险 孤注一掷的底气 就在于 他自信 苏义不会让他死 果然 就在守墓人的声音 还在回荡时 苏义出手了 隔空一抓 就把守墓人 从池塘内救出 带到了他面前 五指游自 攥着守墓人的脖子 守墓人却如释重负 笑道 面对我这个萧简的姐姐 杀也杀不得 心中想必很难受吧 苏义也笑了 笑容是你的善念所化 你可曾在意过他的生死 守墓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 你想做什么 却见苏义继续道 不过 我和你不一样 萧简终究是我的前世 帮他就等于帮我自己 守墓人顿时又放松下来 道 我就知道 你不敢就这么杀了我 碰 冷不丁地 随着苏义五指收拢 守墓人的神魂暴碎 一身道横 随之被禁锢封印 一下子 守墓人意识散唤 双目空洞 原来苏义这一击 将其神魂抹除的同时 将他心静 意识都一一抹掉 我杀你做什么 没有你的肉身和性命本源 萧蓉又如何能活过来 苏义轻语 说话时 他掌心一番 就把守墓人那软绵绵的身躯 收进了秀里乾坤 等返回于孟村时 他自会把萧蓉救回来 心念转动间 苏义已经迈步来到那座池塘前 这座池塘映现出 瑰丽梦幻的大道光雁 有轮回的景象在其中闪现 也不怪守墓人会是此地为轮回之所 便是苏义自己也暗自惊异 池塘内汇聚的是涅槃本源力量 可却映现出了轮回般的景象 的确大大出乎了苏义意料 So 呼得 命书挣脱苏义的掌控 一跃之间就已掠入那一座池塘内 也就在此时 这座池塘发生巨变 竟演化出一个神意莫测的漩涡 漩涡完全由一股厚重磅礴的涅槃本源力量凝聚 将时空扭曲 破开一条神秘的路径 通往不可知之地 而命书就进入到漩涡中的神秘路径内 消失不见 苏义感应了一下四周之地 确信并无任何危险 当即一步迈出 走进了那漩涡之中 刹那间 仿若抖转星移 天旋地转 一切景象都变得模糊虚幻起来 苏义只能清楚感受到 早已融入自己一身道行的纪元火种 竟在沉寂多年后的此刻 悄然发生变化 久遇见上 代表着削减到液力量的神链 也是阵战的愈发厉害了 连由苏义掌握的轮回 涅槃 命轮等等大道规则 近似被唤醒般 主动在苏义周身上下运转起来 还不等苏义想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的身影骤然一轻 眼前视野中随即看到一个巨大的深渊废墟 这座深渊废墟太大了 一个个衰朽和破败的纪元文明 陆续坠入这座深渊废墟中 而后化作无数混沌般的碎片 散落在废墟深处 那深渊废墟外笼罩 如若亘古永恒地存在着 而纪元火种不知何时 已化作一团火焰 显现在苏义头顶三尺之地 各种名物如潮水般涌现星头 这里是龟虚 是纪元长河古神之路的尽头 代表着消失在过去的纪元文明的终点 龟虚之下的废墟上 埋葬不知多少早已消失的纪元文明 被雾埃笼罩着充满了神秘而禁忌的色彩 很久以前在纪元长河上闯荡的时候 苏义就曾从纪元火种的气息中 不经意间看到这样一幕景象 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归虚 纪元长河过去之路的终点 一切消失在过去的纪元文明的坟墓 也是消减强行窃取一线天机 活出第二世的起点 而现在 他从那一座位于云梦泽深处的池塘中 真正来到了龟虚 这已经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穿梭时空 而是一步之间 来到了世间一切纪元文明消失的终点 怎会这样 难道说和命书有关 苏义抬眼看向悬浮头顶的纪元火种 他确信 正是命书引起的变故 才引来纪元火种的变化 以至于让自己 以一种离奇的方式 出现在了这里 深呼吸一口气 苏义按捺住心中的疑惑 低头凝望龟虚深处半上 最终迈步走入其中 龟虚极大 那各种纪元文明 何等浩瀚 可在坠入龟虚时 就像点点星光坠入大海 而龟虚之下更是极深 被物碍所笼罩 苏义足足耗费 快半个时辰 才终于看到一点亮光 乌尔会暗 那一点亮光 则永恒长存般 显得极为醒目 当苏义靠近过去时 就见那是一盏灯 灯影昏黄 洒落斑驳的光影 而那一盏灯 则悬挂在一座青铜棺上 当苏义靠近过去时 这才看到命书静静地落在那一口青铜棺之上 沉寂不动 那一口青铜棺通体呈墨色 在昏黄的灯影映照下 能清楚看到棺材表面 镌刻着一幅幅图案 有转生台 网生池 有望川 奈河桥 沉沦苦海 火照之路 也有十殿炎罗 六道司 幽冥地狱 当看到这一幕 苏义都不禁正主 这 难道是 一座由轮回之力铸造的幽冥关 苏义信不上前 意外发现 那悬挂青铜棺上的铜灯 点燃的尽神涅槃之力 那昏黄的灯影 分明显现出 命书第三页 禁忌神通涅槃生涅术的气息 奇怪 有轮回般的青铜棺 有涅槃力量显化的铜灯 这地方 究竟是何人所留 苏义端向片刻 目光看向落在 青铜棺棺盖上的命书 可还不等他打探 十海九玉剑中上 代表着 削减到叶力量的神链 挣扎得愈发厉害了 苏义正犹豫 是否要把这条神链彻底解开 让削减的到叶力量 恢复自由 试一试 究竟会发生什么的时候 一场变数 却先在那一口青铜棺上发生了 这一口横尘在此地 已不知多少岁月的青铜棺 剧烈摇晃起来 棺盖之上 命书悄然发光 流淌涅槃气息 而后 一道虚幻飘渺般的光 竟是从灌溉之下掠了出来 化作一个轻瘦读书人的身影 赫然是削减 他身影极为虚幻 就像一道应急力量般 抬眼一扫四周 最终看向苏义 玄机 他黑的一声笑出来 有朋自远方来 尚且不亦乐乎 更何况是被我的转世之身 找上门来 简直让我喜不自胜 苏义正正地立在那 看着这一态潇洒 满脸笑意的读书人 心绪直似翻江倒海般 无法平静 他确信 眼前所见的萧简 就是那从云梦村中 走出的少年郎 许久 苏义才笑说道 好久不见 萧简挑了挑眉 我那活出第二世的本尊 已经输了 苏义点了点头 萧简在问道 我那第二世本尊 已彻底完了 苏义又点了点头 萧简只欧了一声 便不解道 可你为何不曾 继承我的道业力量 苏义道 想试一试 能否让你再活出个第三世 萧简愣住 半嗓才说道 没机会了 轮回也好 涅槃之力也罢 断不可能再让我活下来 他盘膝 坐在青铜棺上 一态舒朗豁达地笑道 再说了 你活着 不就等于我活着 苏义摇头道 不一样 萧简略意沉默 指着自己道 你眼前所见的我 连意志力量都算不上 仅仅只是 被封印在这轮回关上的 一缕痕迹罢了 当初我强行窃取一线天机 虽然无比侥幸地 在这归虚之中 活出第二世 可也因此 让我耗尽了性命本源 和生前的一切大道 哪怕你拥有 我的道业力量 也注定不可能让我再有 活出第三世的机会 萧简抬眼看着苏义 你是我的转世之身 若妄图为我强行窃取一线天机 只会彻底毁了你 苏义并未再接着这个话题谈下去 而是话锋一转 道 趁此机会 能否为我讲一讲 当年你是如何降生在 万古以前的云梦村的 萧简反问道 你可曾继承咱们第一世的 道业力量 也就是那个 被称作剑客的 剑地城大老爷 苏义摇了摇头 萧简笑起来 怪不得 看来 你实至如今 还未真正参透 云梦泽所藏的玄机 亦不清楚 久遇见真正的秘密 苏义若有所思 和云梦泽 久遇见都有关系 萧简点了点头 我推测是如此 至于究竟是否如此 你以后自己去印证便可 苏义 他这才意识到 原来一切都仅仅只是 萧简的推测 连萧简自己 都还无法确定其中真相 中模�� 趋吉尔 故义